掌耳機 再去拍咖啡 四角獎 台北的打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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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świ 那個 對不起 因爲中感冒 所以要 要戴口罩 不然實在是 然後平常泡餅吃飯的應該用點賤人 太驕傲了 好 然後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邀請到三位非常年輕的夥伴 那其中一位來自香港 兩位是來自台灣 他們都還在念書的階段 那可是其實在念書的階段裡面 他是從事著各種不同的社會運動 或學生運動的經驗 那我想待會他們的介紹 就是大概會從性別的角度來談說 他們在不同的運動裡面 他們的位置 他們的角色是什麼 那在開始他們之前 我先到來講一下 就是因為剛剛 嘉莉大哥有說說 其實我剛好上禮拜怎麼做 整個禮拜都還 我從926 9月27號一直待到 10月2號我都在香港 那其實當然也見證到說 這一場人家說是雨傘革命 不管他是什麼樣的革命 那其實 人生在現場是非常震撼的 那可不可以請我的夥伴幫我播一下 其中一支影片 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嗎 不是看乾那個 看影片 看一下 直接可以 聲音其實不用播也沒關係 因為我一直在乾條 你可以看到其實那時候 警方已經開始在 就是 就是 丟那個 那個 吹瓦斯 對 整個很大片的 然後我是很幸運 你看整個人 人潮要趕快逃 那是人跟幾人 沒有踩死人 真的是很幸運的事情 那為什麼我剛好拍到 其實我本來也在那邊 然後 就在三分鐘之前左右 那因為那時候我尿死 然後我就想說 現場沒什麼事啊 那我不然就先過去那個 金鐘那個 那個什麼大樓 那個 對對對 我就KFC那一棟 我就想說我先去上廁所好了 才踏進去 然後走 準備走到二樓 就看到這個了 馬上拍下來 然後我想說 哇靠 然後結果 我才拍完沒多久 後面的人一直走 湧上來 差點被踩死 也就是說 你知道那個情況 國家暴力是怎麼樣 惡劣到一個極致的狀況 很多人在講說 啊香港這次 那個 用這些吹淚瓦斯啊 什麼的 然後用什麼那個 噴 呼叫噴霧 很惡劣 然後 又有人類比 到時候啊 比如說之前的 在318運動期間 323 在 這個國家 在行政院前面 對付 人民也是一樣的道理 拍拍尖嘛 然後把人民打半死這樣子 那 就在比較說誰比較嚴重 那 其實我 對我來講說 不管你是用拍拍尖 打人 噴霧 還是 吹雷瓦斯 這個東西都只有四個字 就叫做國家暴力 國家暴力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暴力啊 它哪有區別說 你用槍 用噴霧 然後用困紙 這都沒有 用水車 全部都是暴力 所以國家暴力的本質 是一致的 這個不分台灣或香港 那我覺得說 可能大家 在 認識有關於 不管是香港的 戰術中的運動 或包含我們在台灣 自己的社會運動的時候 我覺得 其實我們對國家 暴力的本質 你必須要很清楚的了解 暴力就是暴力 它不會有 它可能有那個 痛的程度上的區別 可是暴力的本質 都是一樣的 它不會因為 挨得比較輕 就比較 叫做不暴力 所以大家可能 我覺得 我想要跟大家講說 第一個是我要講 台灣的國家暴力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 好 這個可以退出了 不要再停留在我臉書了 然後 第二個我想要談的是 有關於 在香港的這場運動裡面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比較觀察到 是說 從車運動面的角度 然後我覺得說 我們可以看到 空間運動上的不同 因為很多人喜歡把 台灣的318運動 佔領國會 跟佔領中華的 這兩個運動 要喜歡做比較 可是我不喜歡 把這兩個做的東西 放在一起比較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空間上 有很大的差異 我們比較 試著從空間 地理空間 位置來看 就是說 你想像 在台灣的佔領國會運動 有318運動期間 你曾經有北上過 大概 了解說 那個地理環境 你有到那 立法院周遭 有到過的人情緒的時候 讓我知道一下 大部分人都有去過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我們是佔領到一個封閉的空間 所謂封閉的空間 一個是在國會議場裡面 那是封閉的 可是你也不要以為說 外圍這個就是相對開放 其實也沒有 其實也算封閉的 為什麼 因為 青島東路跟濟南路 這些路都是非常狹小的 所以 相對來講 你在佔領的時候 我佔領的時候 那個難度沒有太高 就是說 我人只要聚集了一共 其實人都還可以 可以抵抗出一些 外來的 比如說警察也好 甚至包含對 黑社會的這種威脅也好 那可是我去到香港 我發現 比如說 在香港我們看到 有不同的佔領的點 金鐘、銅鑼灣、旺角 那以金鐘這個場子來看的話 其實我都覺得說 那個前面那兩條馬路 這麼大這麼寬 怎麼站 我們雖然也站過宗教西路 可是 還是用宗教西路來比較 這個 這個金鐘前的 這個大馬路來看的話 其實 宗教西路還是算小的 還是真的還算是小的 那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這麼多的香港的公民朋友 他們走上了街頭 佔據了這個大馬路 為了一個訴求 然後去爭取他們想要的一個 基本的權利 那個基本的權利很重要 就是爭補選 對我們來講 你覺得啊 補選有什麼難 可是我們不能這樣想 因為他們爭取的是一個很困難的 從他們的立場 他們是在爭取一個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當然覺得說 台灣有必要 以我們現在 還擁有的那一點點的自由的空間 去來聲援香港的朋友這樣 所以大概是這兩點我要稍微講一下 那待會如果大家對於 香港的戰衆運動 還有什麼樣子想要 談的或理解的 我們待會 在第三個階段 我們會有一個簡單的QA 大家可以再看大家提出 那首先我想說 今天三位同學 他們 我們還是會比較聚焦說 從性別的角度 他們在運動裡面 他們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姿態 或者是他想要提出 有關於 他對於香港的這個戰衆運動的一些觀察 那首先我想要邀請 那個黃嘉玉 嘉玉會先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對 那就歡迎嘉玉 我也是禮拜一才認識她 她跟我說她的媽媽是我的學生 我就嚇一跳 好 謝謝嘉玉 大家好 歡迎嘉玉 字題跑掉了 好啊 原本是一個有點肥的字題 大家請接受一下新戲明聽 不好意思 然後大家好 我是黃嘉玉 然後我是現在對我讀台大社會組的學生 然後就是這次其實 我會被邀請來這場演講 是因為我剛好在 9月30號到10月3號 也就是他們戰衆開始不久後的這段期間 剛好在香港 然後這個時候是做一個社會運動的參訪 因為我的研究組織是跟社會運動有關 那對我來講這次其實是一個蠻難得的機會 因為除了318以外 我覺得這種現場型的大型運動 雖然好像已經變成一種社會 世界的趨勢 可是其實也是蠻難能可貴的 因為香港的公民運動 其實也是不斷在發展中 這樣子 然後所以這一次就是 就是通過這四天三夜的這個參訪 就是我就是去從我自己做為一個台灣人 然後看到就是香港這一次這麼龐大的一個革命 然後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觀察 那等於他可能就是香港的朋友可以分享更多 就是他自己實際做為一個香港人 他怎麼怎麼看待這個運動 對然後或者是去台灣的運動的朋友就是 就是可能會分享他的經驗 那我可能就是原來是做一個引言 帶大家稍微爛過就是 我這個運動的大概的發展 以及就是我在那邊現場所看到的一些 就是跟報導 或者是我覺得作為一個台灣的青年 我所得到的一些啟發 那要稍微簡介一下就是 等一下可以再請那個香港朋友做更多的脈絡的補充 那我這邊寫雨傘革命然後寫線運動 其實是因為他們現在 就是這個雨傘革命或運動 就是他們現在是有一點爭議啦 因為有些人會認為說 在自治民感度上面 好像不要叫折命那麼硬的一詞 因為他們就覺得自己有實際 雖然說有的受傷流血 但是好像他們不覺得 他們覺得運動可能就是一個人性的稱呼 但因為在香港現在的運動裡面 還是有不同的光譜 就是大家可能有參加318的話 就會知道說因為大家可能會有很多的想法 所以就是有些人會比較激進或比較溫和 那基本上就是尊重一下他們的意見 所以我就畫了一個斜線 那可是其實可以稍微簡介他們說 他們叫雨傘革命其實是後來的事情 那我在現場稍微訪問一下他們 他們對於雨傘革命 因為我知道台灣可能有些運動者 或者是學生對於太陽花這個詞 就是有點 就是覺得是怎樣 就是從這個媒體突然硬灌上去的一個稱號 那雨傘革命對於他們來說 是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說其實一開始他們這個運動是要戰衆運動 那是針對他們這個上面這個 大概有四點訴求 那當然訴求之前可能有換 那目前可能最主要大概是這四點 那這四點訴求其實跟他們的政治改革制度有關係 那可能就是從他們這幾年的運動經驗 比方說他們有所謂的反東東北開發 或者是菜園庫 就是比方他們一些迫切的議題 然後或者是 可能就是跟他們的政治有關的 就是對他們提出來這個正改的訴求 那其實他們一開始要佔領中華運動 其實是很有趣 就是跟318不太一樣 318可能大多數的人至少我的經驗是 就是晚上去晚會然後突然就發起了這個運動 那他們戰衆運動其實討論了一年多 那這一年多他們其實是有採取一個就是 他們有所謂的就是戰衆三子 那這三子就是他們有三個就是比較重要的社運人物 所以他們就是帶大家討論說 就是佔領中華運動到底要怎麼做 那他們其實有經過所謂的商討 就是他們就叫做就是類似我們的審議民主 然後做了三四個商討都會進行討論 那當然是這一次的那個活動有成 可能跟這個稍微有點關係 就是主要 可能等一下請你補一下更多的脈絡 但是簡單來說就是學生先罷課 然後罷課之後就是有受到就是警察的就是鎮壓 然後後來就是戰衆的活動決定提到進行 原本是要在10月 原本商討的結果是10月一跑到戰衆 那後來就提前進行像是某種聲援學生 然後聲援學生之後 當然就是很多民眾就開始自發性的上街 那可能就有遇到催淚彈 就是這麼極端的一個鎮壓方式 然後不過我其實有訪問香港 就是研究警察的教授 就是大家如果等一下有興趣的話我可以再討論 然後反正就是最後總而言就是演變成 就是所有的香港市民都很細分說 就是為什麼政治改革的政治的制度 已經這麼不公平了 然後政府還用這麼嚴厲的方式鎮壓 然後這樣嚴厲的鎮壓 背後其實暗示的是某種中共 正在就是在政治上面的勢力 是即將就是想要掌握整個香港的 所以他們就很多市民就因此非常焦慮 然後在我訪問過程中他們也表示說 其實最近有很多就是大陸的官方客 其實給他們很多的困擾 或者是像所謂的雙飛孕婦 就是他們可能會有一些就是中國的人群那邊得到香港的居有症 然後借死享受香港的福利之類 所以其實這算是某種不滿的 我覺得可能是某種不滿的爆發 然後所以就有這樣子的運動 那這個運動裡面其實像台灣的話可能會講說 林飛帆或陳維庭 或是說好像有一個黑島青這個組織在掌握這個運動 那在他們的這個運動 其實至少在我的觀察裡面 比較少像台灣那樣子會有很多不同的舞台 然後一直在表演活動或上課 其實他們是還蠻多人都是自己圍圈圈 然後自己討論這樣子 這還蠻特別的 等一下可以再細講 那不過主要還是有一些比較關鍵的人物 比方說報導他們會出現或是政府主要的對話 對象就是他們的學聯 學民思潮跟讚中山子 就我自己大概覺得可能最簡略的話 可以大概知道這三個 然後大家有興趣可以再去查 那學聯其實就像他們的 就像我們台灣的學生會的聯合 那因為香港的學生會其實 香港的大學人比較少 不像台灣就是有一百多所 就香港可能繼續升學學生其實可能 就是都是算是社會的精英 然後所以他們的大學之間就有 就是就有一個學聯的傳統 然後他們的幹部可能會彼此交流 然後一起舉辦一些活動 那這幾年開始就是有比較多學聯的幹部 開始關心公共議題 然後或者是投入政治的工作之類 那學民思潮就是他們在2012年的時候 有一個反國教的大運動 一個運動 那雖然學民思潮是2011年成立的 而且他們成立的人是一個16歲的中學生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讓我感到印象深刻 就是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我16歲的時候 到底在幹嘛 那他們16歲的時候就因為注意到說 就是中國共產黨好像正對於他們的教材 就是有非常多的跟動 然後還有就是思想上面的一些 就是灌輸他們一些可能是政治上面的 就是想要控管他們的思想 所以他們就發起了這個運動 那所以現在其實我記得現在的那個總召集人 叫黃之鋒 他現在應該也才17歲 對 然後他這一次 這一次其實罷課裡面就有一個 蠻重要的部分就是他被抓走 就是他被抓走 而且同時是他們家裡被就是那個 警察人員就是進去 然後就有搜查他們家裡 然後所以對很多香港人來說 這件事情是很震撼的 因為警察怎麼可以是不是裡面就進到 而且進去如果是一個衛生員的小孩在家裡 然後還把他扣留了46小時 然後暫宗三子的話就是說 就是他們有就是三個就是 一個是牧師 然後還有學界跟律師 就是一些就是在香港的這種政改裡面 就是過去一直在寫論述 然後是主要就是暫宗活動 他們有一個暫宗辦公室 然後可能是裡面主要的負責人這樣 然後這個我就想說就是今天 我可能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現場到底看到了什麼東西 然後以及就是 其實很多人都會想要把香港 跟318的運動經驗做一個比較 那當然我自己覺得說他這兩個運動之間 至少在我觀察之後 我覺得是很難就是把它簡化 然後直接做一個表格來比較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一些就是 可以互相參考學習的地方 然後還蠻有趣的 對 那像這個的話就是其實 其實那個時候我有去他們的那個香港大學的那個 就是校園裡面 那他們的校園裡面其實就是都掛滿了 就是那種什麼罷課 然後什麼 暫宗之類 或是寫滿他們的訴求 那他們就是像這個的話就是說 他們的大學 那剛剛總理其實有提到空間的問題 就還蠻有趣的 因為像他們大學其實大部分都 挪用出來當作物資站 然後所以民眾會有一些民眾 先把物資就是都送到他們的大學 然後所以現場就不會那麼擁擠 然後他們在開車就是一批一批的 就他們有學點專用的卡車 然後就一批一批的送到現場去 然後就是所以在 雖然他們沒有那種大舞台 一直不斷的跟大家上課啊 或是宣講議題 但是他們還是有物資站 或是醫療站那種就是很基本的一些東西 然後這邊他們就會 他們那時候問他們是說 他們每個小時會更新說 他們現在需要我們的東西 那因為香港那個時候其實 他們我覺得他們的抗爭環境 也是蠻艱苦的 因為最近他們這邊常常下大雷魚 然後也就是突然下 然後可能下一個小時又沒了 所以他們常常會需要魚 那當然就是水啊 或者是一些東西 然後又很熱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現場還有在發那個 退燒膠地 就是很涼 然後我那時候每天都有貼 因為實在太熱了 然後這個也很有趣啦 所以我就覺得有點可愛 就是除了貼滿霸客之外 就是他們還有人就是在做網購 所以就是有一些 就是校園裡面其實還蠻活潑的 就會貼滿東西 然後像是他們就是 大部分學校其實都有民主牆 然後民主牆上面就會貼滿 他的訴求 那像這邊就是他們罷課的時候 可能最一開始罷課的時候 除了就是在公民廣場 那些大家可能後來在新聞上面 看到比較多被胡椒風攻擊的人以外 其實他們有很多的學生 當時是在校園裡面 然後會有老師跟他們做演講 那可是這個演講還蠻特別的 他們是有不同的小的舞台 然後比方說 一個老師在這邊 然後這邊有20個學生 那老師講完之後 老師就會直接下去跟他們討論 所以他們的小學圈的方式是 當時是 就是罷課的時候 在校園裡面進行的 那他們有一種說法 就是罷課不罷交 所以就是會講一些民主的 相關的課程啊 或是他們對於政改的一些想法 那 誒 壞掉了 開始 然後這個是有點可愛啊 就是他們有個標語說 就是大家不是開玩笑說什麼 普選好像就是 就已經一人一票啊 就很公平啊 那有什麼好想的 然後他們就寫說 就是北韓也是一人一票啊 之類的 就是有人在嗆一下說 就是重點是政治的思想控制之類的 然後就會有一些很可愛的標語 然後像這個時候 也讓我另外一個印象深刻的 就是這個是 我那個時候 就是這個其實是一台公車 對 就是他們那個時候 有很多的那個 香港的罷工 就香港他們的工會運動 其實蠻強硬的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開始決定站中之後 就開始陸陸續續有那種工會 就是宣布他們罷工 那這個就是 他們的那個遊覽車業就是罷工 然後他們就把遊覽車 開到他們的街道上面 然後就給民眾就是 貼他們的訴求 或者是貼一些標語 然後他們有 旁邊可能會放紙跟筆 然後讓大家去寫一些 就祝福的話之類的 然後 就是有點可愛 就是 因為巴士是公司的財產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破壞他 然後就會用 就是希望大家用鐵 對 然後 這個不好意思 也是沒有轉過來 這個也是有點有趣啦 就是現場他們也是 就我不知道為什麼資源回收 好像變成某種群眾運動的那個共識 然後這是他們資源回收起來的一個 寶特兵塔 對 可能現場實在是太無謠色 就會出現很多裝置藝術 然後大家就會開始想進去辦法 把現場弄得更美麗 然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邊是一個高架橋 然後底下就是那個 他們的那個就是廣場之類的 然後我也不知道這個塔這麼深出來 就覺得蠻厲害的 而且我對於就是大家在稿群眾運動 這麼注意就是關於環保之類的議題 就是覺得蠻有趣的 對 那所以現在在這邊講一下就是我覺得 這些到底給台灣什麼樣的啟發 就看自己的香港自己就那時候 就是第一瞬間就覺得說 喔這也是學318嗎 沒有 可是這個心態其實蠻不可取的 因為還來說 自己在香港經歷的那一段就是觀察之後 再回來看台灣的FB 就會覺得說 其實我覺得在台灣的某些運動者 或者是關心這些運動的人 有的時候會給我一種感覺是太急著 把318跟香港做比較的 可是其實有些東西沒有辦法比較 比方說什麼就是 我們是 好 這是我們是台灣人 對 我們是獨立的國家 那我們跟中國的互動 其實因為香港對他們連結的互動 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香港獨立在香港其實不是一個主流的聲音 那雖然他們其實很努力的在發 在發展自己的本土意識 就是到底何謂香港 何謂香港的歷史 然後何謂作為一個香港人 就是他們雖然就是在訪談過程中會覺得說 就是他們雖然會覺得說自己是香港人 可是如果問他說是不是中國人 他會跟你說他是中國人 那 可是他們所謂的那個中國人 可能又不是某一種中國人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認同的過程 那可能過去就是 因為在那個一國兩制的體制下面 其實漸漸的香港 我覺得有一個不能明說的東西 在這一次比較稍微勇敢被說出來的那個東西 就是其實一國兩制是很混亂的 根本沒有什麼一國兩制 而且一個小地方跟一個有13億人口 然後那個大片是土地的地方 一個國家公園就比台灣好大的地方 要怎麼樣做到一國兩制 那這個就是平等如何可能 對 然後 可是這個平等如何可能思考一下 香港跟台灣的思考方向 應該是很不一樣的 對 然後所以我是覺得就是 坦白說我只是去了四天 然後雖然過去可能有看見香港運動的東西 但是我還是不會覺得我自己是很了解香港 因為就可能分享一些觀察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是說 我們台灣人要怎麼去理解香港 那是不是說人家說獨 人家就是看到人家反送中 我們就覺得要獨立了 就是趕快去挺他 然後我們還成立一個就是獨立小國聯盟之類的 就是其實可能不是這樣子的一個思維去看待香港 那我覺得可能說 要可能要去更思考說 他們到底自己香港自己就背後的是 邏輯是跟自己的國家自己就一樣嗎 對 那所以我覺得很有趣是說 就是在香港爆發這個運動的時候 其實同一個時間在中正經驗場裡 有還蠻多 對不起自由廣場那邊其實還蠻多 人在聚集的嘛 那聚集的時候其實我那時候覺得很有趣 就是喊一個口號叫做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然後呼籲在台灣的所有人 好好想一下就是 我們的未來到底會不會變得跟香港一樣 我們會永遠用催淚蛋 可是我在香港看到的是 今日台灣明日香港 就是現在是大家在遺慘嗎 就是 到底香港跟台灣誰比較慘呢 那可是他們是怎麼看待 為什麼會寫今日台灣明日香港 他們看到的可能是某種318 那可能對阿滿講318也是一個 跟中共比較較勁的 這個一個運動 那當然這個是我們先開始 所以就是今日台灣 可是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就是反而在台灣比較少人在解釋的東西 是在同一個民主廠裡面 有一個這個先右台灣 那這個右裡面 它其實提到的是 保守 我唸一下下面這個小字 它寫說保守主義能否真的 推動台灣經濟的長期發展 呼籲透過理性尋找答案 呼籲透過理性尋找答案 大家可以看一看就好 可是我覺得上面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 香港開始有一些人開始去思考說 到底台灣過去的這些經濟發展 或是過去的這些政策裡面 它隱含的某些政治上面 歷史型態是如何影響台灣的 那我覺得這邊給我一個喜發 就是說 反過來台灣的這些關心青年們 有沒有用這樣的角度去思考 香港的這個發展過程 那還是說 只要今天有人煩中 我們就跟 我們就挺他 對 那我覺得這很重要是說 就是 我有透過這樣子互相交流 或許可以讓我們更加能夠理解說 到底彼此要 踩在一個什麼樣子的立場上面去說 今日XX明日XX 或者是我們挺香港 或他們挺台灣等等 那另外一個在運動方面就是 因為這次是一個很大型的運動 那其實在這之前我還蠻印象深 像是說318過後的一段時間 大概7、8月的時候 有一批一批的香港的運動者 來拍完 然後他們那時候其實 就是有跟他們做一些簡單的交流 那我可能對他們的興趣或認識 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那我覺得那時候很印象深刻的是說 就是他們是 因為站中像剛剛說 已經討論一年了 所以他們這一年其實很努力的 在替這些進行做準備 那那個時候他們可能就會問說 比方說現場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可是也不用真的很厚臉皮 你覺得好像自己是人家的前輩還是什麼 就是其實沒有 只是其實根本就只是說 現場運動有些東西就是 你沒有經歷過一個現場 你就不會知道怎麼會發生的 比方說其實在現場還有廁所 或是現場其實有些人需要洗澡 或者說怎樣情況大家會走掉 對 那那個時候就是他們在 我去參訪的時候 其實有看到就是他們學校的各個社工系 都會出現就是社工系的情緒支援消毒 那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就是大家在立法院做不辛苦大家 有看到 但是我自己是有看到就是他們 我們也有一些攤位 是關於就是這種諮商啊 就讓大家有運動傷害 或者是你被警察大 或者是你覺得就是很悶 然後為什麼還家裡人不支持之類的 你可以去現場的社工系 去留意的支援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還蠻重要的 那像他們的話就是 他們的學聯其實非常高度的組織化 在進行這樣的事 所以就他們的社工系就會有不同的定點 然後會把這樣的定點告訴大家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有趣的 蠻有意思的東西 就他們的組織化是展現在 如何有效率 然後 如何有效率 然後可以更快速的讓所有的群眾知道說 現場現在哪些資源可以使用 那當然情緒許認是一個很重要 但很容易被忽略的東西 對 然後還有一些蠻有趣的啊 就是像這個 就是這個是有點Fashion嘛 就是他們可以傳簡訊到某一個 那個他們的電腦平台 然後他們會把就是你鼓勵的話 就是放在上面 然後是他們的一個投影 然後所以你就可以在他們的那個牆壁上面 看到這樣的很大的投影 然後就蠻有趣的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還蠻打花時間的 因為現場沒有什麼活動 然後你又可以看到 然後就喘很多朋友說 欸那是我那是我的之類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雖然他們並沒有一種就是 不算有老師出來上課啊 或是NGO出來就是做什麼法治教育之類的講評 但他們現場有時候會自己有一些活動 然後可能就是走 最後的時候可能就會走一走走一走 然後突然聽到在這邊就是大家很開心之類的 然後說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跑過去看 不過 不過我突然發現一個很微妙的事情 就是台灣人不知道是不是比較愛錯熱鬧 所以我每次都跑過去看 但香港人就會留在原地然後拍手 我就想說 不好意思有點愛錯熱鬧 就是 那他們可是就是一些外籍學生 就是香港有很多 有很多會去香港的大學 然後他們就是一些那個 他看這個表演 他應該是東南亞的學生 然後在那邊就是做深遠香港的小遊行 那因為他們那邊其實 就是一個我覺得是一個蠻流動的 相對很流動的一個現場環境 所以就是他們就會不斷地在就是 比如說金鐘啊 銅鑼灣旺角之類的 就是他們各個佔領的地方 就是會有一些遊行 或者是走一走這樣子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 其實是我自己看到說感觸蠻深甜的東西 就是在行政院之後 其實坦白說我是負責法律的那個 就是後續法律資源的小組 但其實那時候就是做的 還有醫療的小組 沒有還有就是後續醫療建築的那個小組 但其實是做的蠻痛苦的 因為你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有誰需要的東西 或者是就是你怎麼知道你住上 就是那些人到底之後 還會不會回來 法律都是一個問題 那要怎麼把這個訊息散播給大家 那可能香港的做法就是 其實那個時候可能有交流到這個東西 然後他們就會有一個就是訊息 就是說你傳檢訊到某一個手機裡面 然後他們會有人坐在辦公室裡面 就是接收大家的檢訊 然後他們一下要檢訊之後 他們就會問你需要什麼東西 然後他們就會 就是算是有專人在負責這個東西 就是如果你需要醫生的話 他們就幫你安排 然後需要律師他們也幫你安排律師 然後所以就是他們就在那邊廣發這個傳單 然後還有就是在傳單的背後 可能就會有一些然後被捕 或者是被指他做筆錄之類的 就是你可能會需要注意到哪個事情 那我覺得這些事情相對 在台灣當時其實是有 就是在網路上面可以看到一些網圈 或者告訴你去做什麼 然後現場其實我知道 可能有一些人在發 可是我覺得 對我來講這個差別是在說 就是行政院之後 然後對我來說行政院之後 這件事情才突然被意識到它的重要性 到底就是在事前這個準備 就是其實大家可能對於被捕 或什麼之類的知識其實是很不一樣 那麼在行政院之後再發這個 其實就有點可惜 那是不是有些人 他其實是背負了某些傷害 就是待在家裡面 不敢再出來之類的 就我們其實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可以在事前 就先發這樣子的傳單 或者是建立這樣子的平台 應該大家知道的話 所以我覺得是還蠻重要的 是一個資訊統領的過程 對 然後再來第三個就是 看到香港這些人站出來 到底對我們青年世代了什麼樣的啟發 就我們這一次去 就我有去參訪那個 他們的立法會的議員 然後香港變成立法會在區議會 他簡單來說區議會 我們就是比較是地方選出來的 然後立法會可能是由 他們有所謂的公民組 公民組別跟全民普遍選出來 就是幾星級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很深刻的說是 像剛剛提到說 香港的全民思潮 他的那個招集人是17歲 然後那時候會他們就是立法會 跟區議會他們的那個年齡大概都是多少 然後發現他們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是40歲以下或40歲左右 那我覺得在台灣其實蠻來想像這件事的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就有緩和到有一個 就是城市大學的學生 然後這個學生他就說他想要去選區議會的議員 然後他就覺得說哇很苦力啊 就是這種律中之後大家就想要多做一點事 所以就覺得要青年參這個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是喔 那你是明年要選嗎 因為他們四年離任 然後所以明年會是區議會的選舉 然後再隔一年自己發會 然後這是特首 然後我就說那你明年要去選嗎 他說沒有 因為明年他還不能選 他剛剛才18歲 然後就覺得我18歲的時候到底在幹嘛 一想下去就要長不年了 可是就是就覺得說他們的政治啟蒙其實很早 然後他們很早都在開始在思考 香港政治制度到底是怎麼樣的一種事 那雖然在阿肯我會說就是 很多香港也會說香港政治很冷漠啊 或者是那我覺得其實大部分的社會可能 都是比較偏向政治冷漠 但是在他們的青年世代裡面 在我之前七八月跟他們交流的過程中 其實是覺得他們真的很積極很認真 在醜配這次的運動 因為他們當時就買了非常多 關於社會運動的書 然後也問很多問題 那甚至他們買的書 就在現場直接看完 所以他們如果你們去認真的去看他們的學聯 或是學女思潮發的一些論述 其實那些論述是非常精彩的 那當然在策略的方面 因為我自己就沒有什麼見解 但是就是其實就是他們這一次的運動裡面 展現出來的 我覺得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就是年輕世代的政治能力 那即便說其實在每一個社會裡面 可能都還是以年紀比較大的人 作為主要的領導者或主要的論述者 那我覺得是在香港裡面 可以看到他們今天實在很努力的 在掌握社會的論述權 然後更多的 比方說這次的黃之鋒 或者他們學聯的周永康 或者是就是他們的那些學生都很積極 然後出來就是說明 然後甚至他們學聯可以喊出說 就是我不要跟特首對話 因為他們基於怎樣怎樣怎樣的理由 對 那當然就是政治策略是怎樣 就是可能見仁見智 可是我覺得他們的論述 其實是很積極在準備的 那他們的那個 雖然這個也沒有爭議 可是我覺得這個也是滿值得 就是跟大家聊聊的經驗 就是他們有一個 應該是香港大學還是城市大學 就有一個叫學院的出版社 香港大學 然後他們出了 最近出了一本書 叫做《香港民族論》 那《香港民族論》裡面其實有 我這次也有買 就是它裡面邀請了很多老師 然後去寫一些關於香港 如果作為一個民族來看待的話 它的論述是哪些 那其實這裡面就是 據說原本要做成特派 但是後來就是 因為寫得越來越多 所以就變成一本書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說就是 那反過來說台灣目前有沒有 就我不敢說沒有 可是是不是我們也有這個機會去發展 靠我們自己的政治的論述 或是我們對台灣未來的想像是什麼 就我們有沒有這樣子組織起來過 還是是不是FB發發動態之類的 對然後所以我覺得 對完這次回來之後 就會很想要再更積極的去找更多的討論說 到底我們對台灣未來的想像是什麼 對那可能就差不多比方好 那反而服貌之後那下一步是什麼之類的 對然後好就是剛剛講到現在 其實其實昨天晚上我打開FB 然後按了活動之後覺得非常的苦惱 就是我突然發現這次的題目是性別觀點 看香港運動 但是剛剛其實都沒有什麼性別的觀點 然後所以覺得讓我有點害眼 想說完蛋了就是好像有點離題 就是他能說這一次性 婚姻的性別成分 就只有我是一個女性的演講者嗎 然後所以我後來就開始努力的回想 就是那時候在那邊的一些論述 然後去跟就是再去跟香港的朋友聊一下 結果我發現其實還蠻有趣的 就是他們的那個廁所 就他們的那個公用廁所裡面其實放 就有很多民眾覺得 就是女性的一些清潔用品 或是洗面粉之類的卸妝品 然後那個時候在聊的時候 跟香港的一個就是也是一個運動者聊天 然後他就說他覺得這一次 有一個經驗是他一直都沒有喊出來 跟很多女生在喊說 香港這次是一個很文明的運動 因為廁所很乾淨 可是他覺得廁所這個東西其實 嗯廁所的意義對於不同的性別 其實可能會有不同的影響 就是在318期念的時候 其實只有搞第一天的時候就是驚奇來 所以我那個時候其實就是除了一面就是覺得說 哇他要被警察飛走了之外 因為他說你給弄給什麼 然後你多完蛋了 好不舒服欸 就覺得完蛋了就覺得好不舒服 啊 然後因為那時候廁所的人就很多 所以就非常髒 然後用起來就很不舒服 然後所以那個身體經驗就是 跟這個就非常的相關 就是說 女性在這個環境裡面是不是自在的 那他覺得是自在的 因為裡面有不同的這些 可能讓人以為就是洗面五目一如洗八目之外 其實還有不同的需求能夠被滿足 那在現場好像大家會覺得說 你在現場靠著你在街頭睡箱 就可以更乾淨淨的 可是其實對於很多女性來說 可能那樣的動態是比較舒服的 那一個乾淨的廁所 可能可以讓他在現場就是有比較自在的感受 那他可以用強迫自己去變成某種就是 好像要去符合某種街頭運動者 就是張希希的形象就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裡面就呈現一個 它是一個很優位的一個性別的因素吧 對 然後台灣有趣的 那另外一個 其實這個我應該要比較後來講 我覺得這個性感很極度的有趣 就是 因為在台灣就是成為應該林飛板就是 很容易會就變成一個couple 然後這隻相場裡面也出現了不同的couple 然後不知為何我今天就看到了這張圖 就是他好像在競選就是 哪一個couple就是最亮眼 對 那我覺得這個 一方面是覺得 哇 大家就是都想像力蠻豐富的 然後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這裡面可能有某些就是 嗯 當然我跟畢業的一些學術個人是不太熟 可是我覺得這裡面 其實我想要討論的重點竟然是 這裡面就是 就是因為沒有女生 所以還會出現這些couple啊 所以大家會想像說 因為運動的關係 就練得非常的緊密 可是因為只有男生跟男生 所以就覺得說 欸他們好像有些曖昧之類的 然後 所以我覺得會出現這些 還蠻好笑的 那 因為 呃 就是陳維廷本人曾經表示過 說他覺得非常的困擾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你就多找一些女生進去 你的那個領導團隊比較好的 就是 大家想看 要是女性的領導者 越來越少的話 所以我們說 你會看到戰中三子的BL圖 也不一定 可是戰中三子就是一些 四十歲拉肥之類的 所以 建議就是港台的運動者們 應該要好好思考 未來 設下更多的女性 運動者 就是繼續發言跟投入 不過其實這邊 就是開玩笑的 用了這張圖 講這個笑話 可是 我自己覺得有點感慨 其實在三英化運動剛開始 其實也是有一些女性的發言人 可是現在發言人不知道 為什麼但後來就變得進行的 那當然有一部分是因為 連登台跟陳維廷 比較受到媒體的關注的原因 那在三英化的過程中 其實是按很多不同的發言人 但是還是會以他們兩個相對 會變成主要的論述 或是主要的報導篇子 那這個可能像真的說就是 當然會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比方說 覺得運動現場就是要陽高 所以你就是要 就是能夠喊得很大聲的 口號的時候 在玩樂的運動前面 可是相對來說 運動是不是只有這樣子的方式 或是說 然後是不是只有這樣子 才會變成一個Leader 那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的婦女運動裡面 其實不是每一個人都那麼 那麼愛喊啊 或是就是愛殺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好像一個女王或女弟 才有辦法變成一個運動者 其實運動不一定是這樣 在社區的運動 或是在一些法治改善的運動 其實他們的那個氛圍 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可能現在大家在標誌 標誌的主流的運動者 可能都會是某樣子的形象這樣 好 然後就是搭配 就是之後可以多看那樣子 然後 欸變成謝謝大家 然後中間其實我少放了一張圖 就是這一次香港跟台灣 讓我另外一個印象深刻的東西就是 就是在我離開之後 10月3號就是梁振英發表 就是回應那個運動者的記者會 然後回應完之後的回應又回家 然後我回家都打開新聞發現就是 他們開始有一些流氓或是黑道 會進入那個運動場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今天非常生氣 是因為他們有一個非力大隊 叫他們去騷 性騷擾那邊的女性的示威者 然後會有一些就是很男性的畫畫他們 然後我覺得在現場其實是一個 就是對於女性非常不友善的一個做法 而且也是非常刻意的 就是想要去讓這些女性離開出運動現場 可是相對來說就是男性 可能會比較是施以暴力啊 或者是真正的手段 然後 因為自己作為一個女性運動者 就是其實在運動現場就是 過去可能也會被騷擾的經驗 但是我覺得 讓這種東西變成一個阻力其實是 並不是運動者的問題 對 所以就是我只是簡單提供了一些 勉勉強強的加了一些性別的觀點 但是未來大家可能在就是運動啊 或者是在看相關報導的時候 也可以注意自己的提示 對 那我大概分享到這邊 所以就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很完整的把這個 這一次的運動的過程有做一個呈現 那最後也提到了關於性靈的議題 當然大家看得很有趣就是這個 廁所裡面的那些瓶瓶罐罐的東西 那我要包含 其實我覺得說 以 從性別的角度來看就是說 我們 他剛剛也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說 我們在運動現場好像 不管是在台灣 或者也許也在相關也是 就是很容易被 刻意的被刻畫成一個陽剛的現場 才會比較符合所謂的 街頭運動的那個印象 那我們 我不知道在西方的一些歐美的這些傳統的 或者說 拉美的傳統的這些街頭運動裡面 性別角色是什麼 會另外被出現嗎 這個我自己沒有 沒有太多研究或觀察 但是 是不是說 大概可以想想看說 不只是女性 那包含像LGBT同志的議題 如何在運動的現場 有可能會被關注或被看見到 然後被 我們知道說整個 整個運動的環境 運動的現場 如何真正能做到 重要性別有像這樣子 也許大家大概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接下來我請西瓜 Sindy 在香港 OK 從香港的角度來談談 她在香港 其實她 Sindy也是前學年的成員 那她有參與在香港不同的社團的運動當中 那她在香港的運動裡面 做一個女性的行動者 那她大概會有什麼樣的觀察 好 那我們歡迎先來 非常好 叫我西瓜就可以了 我的國語不好聽 然後 我不如 真的不好意思 我的國語真的不太凝光 因為我在香港 我沒有好好的 想我的普通話課 然後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吧 我現在是在東海大學裡面 就交換一個學期的 那為什麼我會在東海大學裡面交換呢 其實就像剛才說的 我在下一年是學年成員 也就是我在下一年 其實是我自己在香港的一個大學 我是領南大學的 學生會的副會長 然後就也是學年的幹部之類吧 然後在我的大學裡面 我們要申請交換的話 其實我們要一年前就申請了 在一年前香港發生什麼事啊 就是在一年前我是學年成員嘛 所以在那個時候就是搞得自己 就是有一種低潮的感覺 就是我搞了很久很久 但是我沒有看到我可以搞出什麼來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想 嗯 那我既然都有一點不開心 我就應該七月份可以加美中華 然後八月份被抓 九月份過來台灣就剛剛好 所以在那時候我就想 好 那我就申請來交換了 我就九月份過來台灣就是晚八年 就是給自己休息那樣子 當然了大家都知道 從來運動都不是on schedule的 就是我們的 schedule 從來就是會變 所以就變成了我在台灣的時候 他們站住了 所以其實剛才就看到那些相片的時候 其實自己都很想哭的 因為就是 為什麼我在這個時候在台灣 就是沒辦法 所以就不斷地去演說 不斷地去想跟台灣朋友做不同的創聯 因為其實就是 做了幾次演說之後 就發覺其實台灣的朋友 可能也不太清楚香港的狀況 也包括我們自己香港人 也不太清楚台灣的狀況 所以就是說 今天這個分享 我想先分享一下 香港的張理中華 或者是整個政治狀態的一個脈絡 然後第二部分 才分享我這個女性的腳踏 在香港港運動的一次紀念吧 但是我是沒有什麼理論的基礎 因為我沒有上課 我是一個很怪的學生 這樣 先再想一下香港這個政治的一個狀況吧 你們記不記得香港的特首 是有多少個人選出來的 1200個 嗯 那我就可以說得比較順利一點 就是現在香港 我們張理中華的運動裡面 要爭取的是兩個政府選 第一個是特首的選舉 就是說 因為我們本來的特首選舉 只有1200個人選出來 那1200個人就是選選舉委員會 選舉委員會 選舉委員會那邊呢 它是一些代表 其實都是從不同的界別 那邊再選出來代表 當然那些代表 他們也不會是一些平民百姓吧 所以我們就說 那1200個人不能代表我們所有的人 所以就說我們要一人一票的選舉 但是就一人一票的選舉 權我們絕對還是不夠 因為你們台灣也會 就是也會有我們叫公民提命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被選舉權 就是說我們可以用我們的票去投別人去選特首 當然我們也應該要有我們被選舉的權利 就是說我們要可能是三萬五萬個員提命我們 我們就可以去當互選人 然後再去選舉這樣 所以現在真普選裡面 其中一個就是包含了我們說特首的真普選這個 然後還有第二個真普選是什麼 是立法會 現在你們知道香港的立法會裡面分成什麼部分嗎 是公民久別 最大的問題就是公民久別 因為現在香港的立法會裡面就是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是公民久別 另一部分是直結 是不是那樣讀 Direct 怎樣讀 直結 直結的選舉 那個公民久別那邊就像是我剛剛說的那個 1200個人的選舉會員會裡面的人 他們都是從不同的界別裡面投出來的一個代表 所以就是說那些公民久別裡面的人不是平民百姓 也不是平民百姓選出來的人 然後極界的選舉那邊當然是極界選舉 但是你們都知道他們要買票 中票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們都經常說其實極界選舉 我們就是有真普選之後我們也要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現在先要解決掉的就是那個公民久別 還有香港的立法會裡面我們要通過不同的方案的話 其實是要公民久別那個久別跟極界選舉那個久別 兩個久別都通過才可以通過那個方案 換句話就是說如果我們極界選舉那邊可能就是比 比較多人就是代表了人民的授權 比較多人覺得我們要某一個退休的方案吧 但是公民久別那邊他們發覺這個是跟他們的利益有衝突 所以他們就否決了那個方案也不能通過 就是說所以現在立法會跟特首選舉那邊的正普選 我們要的就是說一人一票全部的集結的選舉跟被選舉權 所以現在你們就可以看到剛才的PPT裡面有說到 其中一個我們最大的要求就是公民提名 我們要的公民提名很簡單 就是說一個人們看就是說應該是上萬到五 我忘了好像是上萬個人提名 任何人都可以做那個特首選舉的候選人 然後再經過兩次的投票再投出來一個特首的當選人 這個就是整個香港的政治狀態的一個背景 然後在張領中環的運動整個脈絡 其實是要由2013年開始說起來吧 在2013年的時候我就是學年成員 所以其實就是我們一起去搞出來 那個時候張領中環就是2013年的年頭吧 那個時候我們香港有一份報紙叫信報 那份報紙上面就是張領三籍的其中一位叫達耀廷 他Benny 我叫他Benny吧 我的普通話太巧 Benny他就是一個在香港大選裡面的學者 也是一個律師 然後他就在那個報章裡面寫出 就是因為我們我剛才說的香港的這個政治的背景 這個不公平 然後其實我們已經爭取了很多年 為什麼他說是很多年 其實就是2030年了已經 在我們被中國受毀之前 其實已經有不同的運動說我們要直接的選舉 就是我們以前經常說爸爸極選 九五極選之類的一生運動 就是說我們1988年的時候已經說要集結的選舉了 但是到現在還是沒有 然後更過分的是基本法裡面已經寫了 我們就是回歸中國之後是要純粹漸進的 就是慢慢的要有真的普選 慢慢的要有民主化的過程 但是現在已經2014年了 我們回歸中國的時候是1997年 所以其實他自己也忍不住要寫那篇文章 就說我們因為有這個背景 所以其實我們要想一個真的全民的抗命的一個運動 所以他就寫了一個張領中環的一個proposal吧 其實他沒有想過他自己會搞運動的 他從來都沒有搞過運動 他最多只是七一大遊行 就是我們因為為什麼是七一呢 就是因為我們是1997年的7月1號回歸中國的 所以每一年的7月1號我們都有一個大的遊行 他自己都說他以前只是會參加那個七一的大遊行 但是就是那篇文章他寫出來 他說我們要全民的抗命 我們真的香港人要出來張領中環 去影響香港的政治的權威 去影響他的管制 我們才可以有一個真普選 然後他在裡面更寫上了 要有三次的省以示民主 就是deliberation day 然後還要有一次的公投 那一次的公投就是要投出香港人覺得我們真正真普選 我們要的方案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投出來的我們是要公民提名這個方案 然後有這個公投之後有這個方案之後 如果人大那邊就是中共那邊沒有聽我們這個方案的一個意見 我們才要張領中環 他整個普通是很強的 因為他每一次的deliberation day 中間都有很多時間去搞不同的攤位 去派不同的傳單 就是liflet之類的 就不同的公民的教育 所以其實他在2013年寫上一篇文章之後 就是引起了香港人很多的反應 因為香港人都說其實我自己也想啊 我都悶了很久啊 還加上那個時候全媒的巧作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被拨了 他要做一個運動節了 他就是我說2013年的年頭寫上一篇文章 他就好像是2013年的3月好像 3月或者是4月份就說 好 那麼我們就啟動這個張領中環的運動吧 當然了他說啟動不是說就是集結去張領 就是說我們用on schedule 就他那個proposal裡面寫下的東西 然後在那個時候 當然就引起了香港不同的社運的團體 或是說不同的民間的團體的反應 學聯就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團體 為什麼我說學聯是比較大的團體 其實學聯的背景是 我們是由香港所有的大學組成的 所有大學的學生會的副會長 或是說外務部的一個代表 就是學聯的成員 然後學聯裡面還有分其他的幹部 其他的幹部就是由我們學生會的人在選出來的 所以其實學聯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季度 為什麼會有這麼明確的季度 就是因為學聯已經有50多年的歷史 在50多年之前他已經經歷過六四 也經歷過03年已經有97年的回歸 所以其實他都經歷過很多的社會的動盪 中間其實也就是說 學聯本來都會比較去關心香港的社會的事物吧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學聯就不敢抬慢 我們就說好 那麼我們就來一個全面的大會 我們就說我們要不要就是做 張禮中華裡面比較中間的分子 所以其實在好像是2013年的7月8月份的時候 學聯就決定了我們就是 未來這一年的工作 首先要做的就是張禮中華的運動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學聯就變成了 在張禮中華裡面有一個比較大的重要的角色 在之後當然我說張禮中華他能夠 提出一些東西他們在幹 然後學聯那邊也在自己在搞不同的活動 去搞一些公民的教育 例如說就是我剛才說的 神的一世民主的我們在上土上討熱 就是delibration day 我們的delibration day跟張禮中華的不一樣的是 張禮中華他們第三次delibration day 其實就是在說我們張禮中華運動的目標 我們背後我們要的方案的原則 或者是說我們面對政府的暴力的鎮壓的時候 我們群眾的決定又怎麼樣之類的 但是我們自己學年搞的那個delibration day 我們就是說我們學生要怎麼樣去參加這場運動 還有我們學生积極我們要不要自己的方案 我們自己的原則之類的 所以其實就是在2013年的10月份我們就搞了那個delibration day 去就是跟不同的學生去談 那個時候好像是有一千個人參加吧 就是一起去商討 比如說我們學生可以幹什麼 就是在那個時候其實大學生已經說 其實我們學生最可以做的是什麼 就是罷課 就是我們罷課還有要我們的老師一起來罷教這樣 所以其實在那個時候已經 已經有一個就是starting tour 已經是我們罷課的 再之後就是搞了不同的公投也寫了不同的方案 這個就不常說 你會在有時間的時候再說 然後所以就到了現在已經2014年了 就是經歷過一年之後 我們看到占領中華的運動已經到了比較成熟的階段 我們也去提出了我們學生的方向 就跟占領中華的一邊討論 然後就因為占領中華那一邊 後來就決定了是10月1號 就是所謂的國慶 慶是不是怎樣讀 國慶 對國慶那一天去占領中華 然後學生就說 那麼好 反正我們要罷課 那麼我們就罷一個星期吧 就9月22號開始罷課 去穩釀整個運動 去把整個運動再興急 所以我們就在9月22號開始罷課 第一天的罷課其實就是好像是有5萬個人 去中文大學那邊罷課 然後在第二天我們才撞地點 第二天我們就去到京中那邊的天馬公園 那個地方其實就是香港的立法的 權力的核心的一個地段 那個地方其實就是立法會旁邊的一個大的儲坪 然後就在9月23號到9月26號 我們還在這邊罷課 當然人數也有好像3萬到5萬年之類吧 就是慢慢一直在罷課 本來就是打算罷課 罷到10月1號就剛剛好了 我們學年就已經搞了這比較大人強運動了 因為其實以前香港都沒有嘗試過這麼大型的罷課 但是在9月26號問題就出現了 在9月26號那一天 突然政府說那個草坪已經被其他的團體駐用了 那些團體是什麼團體 就是管西什麼什麼團體 其實就是共產黨的團體了 就說你們學年不可以在這邊嗎 那怎麼辦呢 那個時候其實已經有很多人 好像有8000個人已經在京中那邊 就是想要罷課了 那怎麼辦 就變成了我們要去立法會前面一條大馬路去罷課 立法馬路叫天美道 就是我們第一個降臨的道路 那個道路其實平常我們都會降臨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到我 政府的反應也沒有那麼大 但是因為後來就是慢慢不斷 不斷多學生過來這邊大課 然後就變成了一條道路已經積穩了 那怎麼辦 那我們就說立法馬路已經積穩了 但是其實在立法會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Circle sign 應該怎樣做 圓圓圓圓圓圓的地方 就是其實我們叫做公民廣場的一個地方 那個公民廣場其實就是因為我們之前搞 反對新間東北發展計畫 就是反對柏青或是反對發展的一個運動裡面 我們就是因為立場運動搞得比較激烈 然後政府就是把那個公民廣場也封掉 起了很多欄杆 但是那個時候我們就說 真的人命已經過了 已經太多了 他的群眾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說好 那我們就衝進去那個公民廣場那邊 要他打開那個公民廣場 因為其實那個公民廣場本來就是我們經常弄來集會那個地方 但是因為就是衝進去公民廣場那個 就挑起了警察的神經 在那個時候只有30個人衝進去 就是包括了廣之鋒 周永康 就是學聯跟學民思橋的領袖 包括了他們就衝進去 但是警察就突然就難救了其他人 其他人技術在天北道裡面就技術不斷的機 然後就是在公民廣場那些人 他們就是被拨要在那邊就是一直在被好像上百個警察就圍住他們 然後在那個時候其實就慢慢的激起了香港人的一個反應 香港人就說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對學生 所以就慢慢的那個時候也不斷的慢慢多人過來聲援學生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比較多的群眾 就是不是學生的市民他們也過來了 然後慢慢就變成警察他們就是很緊張 就在好像9月27或28號他們就去缺利瓦斯 因為實在是太多人 然後人就多的就是整條馬路都滿的人 還有旁邊一些小的馬路都進門的人 然後警察他們很緊張就去了缺利瓦斯 然後但是因為他們一出缺利瓦斯 在那時候就連起了香港人就是非常大的反應 因為其實香港人就修不理的是什麼是暴力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就突然非常多的香港人都衝過來 說又深遠學生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突然的很多人的時候 反而因為缺利瓦斯的關係 就變成了其他的很大的道路 就是道士打道你們經常聽到金鐘通路 往裡面的大的馬路都進門的人 在那個時候然後張中山子就出來說 那麼事情都發展成這樣子已經不只是說報課了 那麼我們就在9月28號啟動張禮瓦斯吧 所以就提早了三天不是10月1號張禮瓦斯 在那個時候就開始張禮瓦斯 就變成了現在張禮的運動了 就是在裡面其實就有很多東西發生 本來就是說大家如果聽到這個脈絡的話 就知道本來是學聯式的一個大台嘛 就是學聯就變成了好像你們上一班的林非凡的成為品 但是因為9月28號的時候就是非常多的群眾 他們已經積滿了其他的馬路 而其他的馬路其實沒有學聯的人在這邊 因為學聯的人要不就被抓 要不就還在金鐘那個部分 所以其實就是跟你們的立法院不一樣的 就是太廣發了這個範圍 就變成了慢慢那個大台的感覺比較小 慢慢的群眾他們的自主性也提高了 就是說本來其實是有張中山子跟學聯 去負責去領到這場運動的一個方向 那現在已經慢慢變成了群眾他們自己去激發 去搞不懂的運動或者是活動 在裡面他們會有自己的公民港牆 港牆的意思是就是港座 港壇的一個長長子這樣 還有他們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活動 譬如說他們會自己去搞一些工作方 去說我們要怎樣去把那些鐵馬 就要就是大好然後就要比較可以防禦警察的攻擊之類的 或是說就是有緣是 可能是打拳的 然後他在這邊就叫大家打拳 就說我們要保護自己 就現在香港教理運動已經發展成這樣這樣子 跟我剛才說的罷克那個狀態已經非常不同 所以你們就可以看到為什麼現在好像 剛才說的好像沒有那種很領袖的感覺 就是這個原因 還有就是本來群眾 我可以這樣形容香港的群眾 以前我們搞不同的張領的運動 其實我們以前也有張領的運動 就說2011年的法國教的張領公民廣場之類的運動 其實那個時候我真的感覺是 香港人有一點上一頭蠻牛 因為就是說我們拿麥克風的說什麼他們就做什麼 那現在香港人這個很厲害 他們每一個人都變成一條變形蟲 他們每一個都是organic的 他們就是來北吉他打散了還會回來 或是說北吉他打散了他們會想想 喔 那麼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 他們自己想然後自己去做 已經不用理我們麥克風的現在說什麼了 現在香港教話是這樣 就是群眾他們突然就是有一種非常厲害的一個自主性 所以其實我的感覺是 現在香港比我當我說一年前的時候比較希望 因為一年前的時候我就感覺 唉我每一次都搞delibration day 然後我搞很多寫方案 我搞了好多好多背後一些攤位 寫了很多論述 但是感覺就是香港人好像還不敢出來張領 但是現在不是了 現在香港人他們已經厲害了 就是我們平常搞運動的人 反而是不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麼 因為平常我們搞運動的人 我們都習慣了 一拉起麥克風我們就說說說說說 然後我們或者是說完一天到群眾 有什麼狀況我就衝過去 然後就幫他們去搞定不同的東西 那現在不用了 所以其實現在我回去香港也沒有用 所以我就留在台灣 對 所以感覺就是其實現在香港這個希望 但是其實這個希望不是香港季節功勞 我真的要說我認同你剛才說的 其實真的不是說什麼 進入上港明天台灣 或是明天台灣進入上港 因為其實真的是進入上港進入台灣 因為其實為什麼我們學年一邊 會搞成這個樣子 不是這個樣子 會搞到這個buck 我的國語太過靈光了 會搞這個buck出來 其實真的因為是受了你們上一霸的經驗 也是說其實也就是因為之前我們不同的交流 我們發覺了大家不同的一些 我們大家不同的場處 或是說我們不同的缺點 然後我們互相的了解 我們才可以發現我們學年一邊 要做什麼改善的工作 所以才會發現我們可以就是熬過來 用2013年到2014年一年多的時間去搞一場運動出來 這個真的是進入上港進入台灣 一個比較好的例子 因為其實我們面對的敵人都是同一個 都是共產黨 我們從來都不是 不用比較了 因為其實我們從來都是 不斷地吸收對方的經驗 我們從來都是 我們從不同的context裡面 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所以我真的覺得 那一句口號不要再喊 我們和進入上港進入台灣就可以了 然後 我忘了我要說什麼 自己太害怕了 然後應該要從女性的角度來說吧 我 我是一個 你們感覺我是一個女生或是男生 我都不知道 只要說 如果是說香港的經驗吧 我在香港裡面搞運動的經驗 其實我自己的性格 我以前是一個非常女生的女生 我以前非常繁榮 我以前是非常瘦非常sleeve 然後很喜歡圈的裙子 你就可以上 然後就是打了社會運動之後 其實有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反而就是胖了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去休息 那所以還有其他的狀況 就是發覺 其實我覺得這個應該在台灣跟香港也一樣 就是我今天拿起麥克風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什麼人會聽我說話 我在以前 因為在以前我的感覺 他女生 然後其實我說話的時候 就是比較陰勇 是不是這樣 比較陰的 然後陰柔是 比較 就是就是說太溫柔了 他們聽不懂你說什麼 其實以前真的有人跟我這樣說 在那個時候應該是四年前吧 就在那個時候我就說 但是我就是這樣啊 我就是一個女生啊 為什麼我要 我要那麼sleeve 我要那麼talk 我就是說 我們就是有我們自己的角度 我們可以做分享 我們就分享啊 但是那個時候 我還是一個高中生 我就真的想不通我要怎樣做 後來就是因為這個社運的整個圈子裡面 其實真的非常富全 然後我就慢慢慢慢的 我說可能是adapt to 我不叫國語這樣說 吸引 對 就是慢慢的吸引了這個圈子 所以我才變成我說話好像有點陽剛吧 這個我不叫是好事壞事 因為其實在政治上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話 其實老實說警察都比以前怕我 以前警察會比較怕 比較沒有那麼怕我 會就是 就是很多小動作 那現在我就是幫著他 他就不敢不敢有什麼動作 還有或者是說 就是出來談判的時候 其實我這個 我這個 這個感覺其實真的比以前 是比較容易去那樣談判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在這個出權的季度底下 其實我們女生搞運動的時候 我們要陽剛 或是說我們要做自己 因為其實如果我真的做自己的話 其實我現在搞運動沒有那麼容易 老實說這個真的 這個是我們可以慢慢討論的東西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我自己本來的性格 或是我的轉變 然後就是在香港裡面 我們知道你們有沒有 好像是有的 我們有一個論壇叫高登 這是一個比較popular的一個forum 在那個 internet的forum 在那個forum裡面就是 就是有很多的非常富全的天文 然後如果是女生去回應的話 他們就會拜 就會說 喔 觀音涼涼 我要教你的B這樣 是 然後 在香港有這個狀況 這個狀況其實已經變成了 不只是在網路上 而是在現實的生活 香港會這樣子 如果是有女生舉動跟男生說政治 政治的話 他們會說 哇 你是觀音耶 你真的 是不是這樣子 觀音 對 觀音耶 因為 因為你會說一些 比平常女生不會說的話 這樣 然後我就 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之前曾經搞一個 就是網路 這個internet的自由的一個運動 在一個運動裡面 當然我要在網路上做不同的宣傳 跟網路上的人不同的聊天 所以在那個時候其實 我就是被 被 就是被 被做成是涼涼 因為是觀音涼涼 這個是我現在一個 其中一個名字 已經變了我的名字 但是其實 我自己真的 老實說 我沒有很爽 但是我知道這個 背後的政治的輪暗很高 因為如果是說 我的講老師 就是我去宣傳 我的講老師是個男生的話 其實沒有 沒有那麼容易 可以去動員那麼多的人出來 這個我是覺得非常矛盾的東西 但是我自己也真的覺得 我本來是比較咀嚼自己 那個時候的感覺 因為我那個時候就是 有一種就是 我一說要出來 就要很多人出來那種感覺 其實我是很不喜歡 因為那種感覺就是 我好像是利用自己的一個性別的身分嘛 但是現在就再慢慢覺得就是說 如果我那個時候沒有我那個性別的身分的話 他們臉第一步都不會出來了 那麼我怎樣去跟他們討論 怎樣跟他們說 這個世界很富全 我怎樣跟他們說 其實你們這樣教我真的有一點 好像不平等的感覺 那種之類 或是說其實 也有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就是我的男朋友 他自己也是搞社運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 在社運圈裡面太富全了 然後其實男生都會被欺負 因為你們都知道一個富全的社會裡面 就是男生跟女生的角色都被變形了嘛 然後不只是說女生被欺負 男生也會 男生又被我們欺負了有時候 就是說真的 他們男生很累的時候 也要幫我們去辦東西啊 也要幫我們去拿來摳風 去拿很多東西啊這樣 然後其實我的感覺是 因為香港的社運圈裡面是比較剛強 比較陽剛的 然後就是男生 如果是他們就是大出了第一步 進來這個社運的圈子裡面 其實他們也比較容易去感受到 富全底下的男生也是會被欺負的 這個是我香港很發現的一個 好有趣的狀況 就在那個時候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跟他們說 對啊 所以你明白為什麼我說 我想做回我自己本來我自己嗎 但是我自己 我都不知道我本來自己是怎麼樣了 這樣就慢慢慢慢去談 這是現在 就是我在香港面對的狀況 還有就是說 因為台灣也一樣吧 就是因為香港裡面 我們也要打我們 就是網路的這樣 就是我們要做劍盆打手嘛 就是在Facebook裡面的宣傳也要很 很重要的 然後我在Facebook裡面 其實在剛才的PowerPoint的JV 就是來有一個女生 好漂亮的女生 不是好像是 是反播成那個女生 其實就是我們社員的女生 她的狀況 她的狀況 你知道有多少Light嗎 一定是過千啊 那這個時候她每一張狀況可能 就是只有一句話 只有一個Capsule 好小的Capsule都會有過千的Light 這種東西當然是非常負全啊 因為其實就是利用女生的樣子跟身體 取決一個宣傳的工具 但是同時間我們也發覺 因為她願意跟大家討論 她不是一個為了取得Like 而發她的照片的人 她也是一個社員的比較合適的朋友 她就是很喜歡跟大家討論 所以其實她就是發了她自己的照片之後 獲得很多的Like 然後她自己也會在下面寫很多Comment 就說為什麼你們要這樣Like 或是說她在我們平常吃飯的時候 她也會問其他男生說 你有 你為什麼用Like我的照片呢 我自己這樣照片好像沒有那麼漂亮 然後就可以跟他們說 是啊 你們真的很負全啊 這個媽她 其實就是有這個交換 所以其實現在Facebook裡面也是 我覺得我們女性的一個 好好用的一個張牆 也是一個 其實我自己也會做 因為其實最近香港的巴克裡面 我們香港有一個Facebook的運動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把我們的Pofile picture 都裝成了我們中學 就是國中的時候的樣子 然後我國中的時候的樣子 是很Slim的嗎 很瘦的嗎 然後我就穿了我的Pofile picture 然後就引起非常大的反應 然後我就說 我永遠都不會defeat這一張照片 因為這是人 然後這是我的身體 我很喜歡我自己的身體 然後他們就說 哇好霸氣 他們就這樣說 然後我就說這不是霸氣 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有的東西 我們要愛我們自己的身體 還有我們的身體不是用來 就是被那樣子 那樣子我們叫Mail Gaze 這樣子營視的 我們不是被你們營視的 而是我是真的喜歡我的身體 還有我模作的時候 真的是這樣子 我們有PS 這樣 然後其實也是在Facebook裡面 也是一個方式 我們可以去慢慢跟大家聊 我們性別怎樣可以平等起來 當然其實作為女生 我說我們那些時候 其實感覺好像 我都覺得很不公平 但是我們要很爽的地方 這個老實說 我也覺得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譬如說我在媒體上 我很喜歡哭 因為在媒體上哭 女生哭 是一個很大的政治的能量的 這個其實很好用 因為其實學年的領袖 或是說學年系調的領袖 他們都是男生 如果他們用這一招的話 其實有一點說 好像影響了他們自己的衛星 影響了他們自己的一個power 然後這個角色是誰來抓 我來抓這樣 但是當然中間也有一個矛盾 就是說為什麼男生不可以有多累 女生才可以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我出了就是出了電視之後 很多人都說你有哭了這樣 然後我就說 是啊我會哭喔 男生都會哭 我男朋友都會哭 你們不會哭的嗎 這樣就是仿佛了他 這是好好玩的一種東西 我覺得其實我們 我們就是把這種性別的意思 放在我們獨大下面 其實很多地方有很多機會 去媽媽跟其他人去談 這其實是很好玩的 但是當然也有很多不好的感覺 就譬如說 現在香港的巴克的時候 很多的媽媽他們都會 把他們的湯都拿過去 就說給我們的學生 但是沒有看到父親 只有母親 就是只有爸爸沒有媽媽沒有爸爸 然後還有其他的男生 會再加一句話就是說 欸你們現在年輕的女生 都不懂去哪兒熬湯 不懂去煮飯 這個真的是 這個我覺得真的是 非常過分的一句話 這種感覺在 這個感覺其實在社運的運動裡面 社會的運動裡面 不斷的出現了這種對話了 這種對話我們其實作為男生 或是女生 也都要面對的一個狀況 就是因為其實在 我們這個父權紀錄已經那麼多年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 從小被訓練的要符合這個父權的紀錄底下的話 其實這種對話是一定會出現的 我們我覺得我們不斷是 不管是女生或是男生 我們都要懂得要去面對這種對話 然後去找機會 就是我剛才說那些機會不斷的去談 然後其實老實說 我感覺我自己男朋友 他跟我兩年 不是他跟我兩年 是他跟我一起已經兩年 他自己都變得沒有那麼父權 因為其實我們經常 就因為這種東西吵架 但是其實這是很好的機會 其實是很好玩的 就是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女生或是男生 他們在面對這個父權的紀錄 或是說這個陽剛的社運的氣氛底下 我們一定會被欺負 我們一定會有不公平的狀況 但是我們就是要找這種不公平的狀況 用這個機會去跟大家去battle 不斷的battle 我們才可以有一個就是真正的出路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所以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當中女生是很好玩的 因為我經常會被警察去摸 然後我就可以罵趴好好玩 是這樣子 這個我覺得就是一種 精靈量我們要有的東西 我知道女生很多時候 會有一種很不公平的感覺 但是我們是可以用我們的精靈量 去改變這種東西 然後好像沒有了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要準備不太多 因為就是明天晚上要報告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準備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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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們好 她是從香港的社運圈的經驗 給我們到很多的這個盤子 其實剛剛她講到說這個女生流眼淚跟男生流眼淚 其實我稍微幫台灣的男生反駁一下 其實這個陳偉萍滿有哭的 對 吐嚷一次了 對 要稍微幫她反駁一下 那接下來好 我請那個恩恩 然後她也一樣 從她在台灣參與 呃 不管是學運或社運的經驗 然後 雨傘 對 因為我在翻衣櫃的時候 我想今天到底要穿什麼 我有卓一二十一的衣服 然後他們有國際歌 然後有一些台灣的遺體 天性別的遺體 可是我要穿什麼 後來發現這個蠻像衣衫 我穿這個好了 然後 黃絲帶這個 我一定用這個做一個代替 這個是戶台東法合肺 是一個 也是一個女性的朋友設計師設計的東西 那這個會是一個小贏子 就是台東合肺 到底跟我們經常要講的東西有什麼關係 所以最後會做一個解答 那 我現在要先從我自己做一個女性的偵犯 然後從衣著開始講起 就是其實衣著它是可以做一種政治表態 在這幾年其實看到是非常明顯 譬如說紅三軍、黑三軍、白三軍 或是我們衣服上穿的不同的標示 不同的質樣、不同的圖案 所以都是一個政治表態 但是女性就像剛剛西瓜講的 是女性是特別有機會去展示這個東西的 就看到越來越多的議題 天人喜歡找女性帶領 或是會有一些女性的重病 那這個是不是福音的某一種刻板想 就像我做一個女性 我選擇現衣衣服作為開場 可是它有的時候也會是一種優勢 那我想要講這件事就是從 要從318開始講起 就是我那個時候是 第一天進去的時候 我就穿得很正常 所謂正常就是說 像是一個要是抗爭的人 因為317晚上知道立法院被衝出去 然後我穿就是褲子 然後就是要衝場的裝備 可是我後來進去的時候 意外的借了別人的衣服 然後我穿了一條長裙 然後從那第二天來第三天之後 到最後就是410出場的那一天 每一天我都穿長裙 就是我每一天都在就是爬樓梯 或者要翻來翻去的時候 我每一天都穿著長裙 這是可以的 就是我以前也是不太穿長裙的人 沒有那麼想穿長裙 可是我其實一直覺得很不公平的是 像我現在大師 我從大學一年級就開始瘋狂的參加各種運動 當個跑趴的學生 到處跑趴 就是一個跑趴一個職業的學生 然後我覺得很多的運動圖像 其實都沒有比較女性的圖像 或是說女性的圖像只會出現在 譬如說那個就是流眼淚 就是這個滑光的時候那種浴泉 她就是流一個眼淚 然後變滑光女神 或是走音或是什麼 就是我不是說她們量不好 我覺得她們量超棒 可是難道只有一些圖像而已嗎 在一些抗爭現場 或是在一些翻來翻去的時候 就是我有點想要試著去 從一個圖像 從媒體或是什麼樣的角度去 讓大家知道 欸我其實 其實這個場運是可以穿的這個樣子的 那其實我現在會穿的這樣 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我大一年的時候參與 開始參與運動 我是就是一模踢一樣的 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是雙心臉 然後以前是交女朋友 然後以前是踢這樣 然後 然後可是我跟西瓜就是蠻好相伴 我的圈就是越穿越轉 然後越來越女性化 這其實是有一個理性抉擇的過程 就是我一直覺得 我在一開始參與運動的時候 我一直會覺得確實 就是如果我講話是那種比較融入 然後比較女性的 我會非常滑平 就我沒有辦法被認可 是在一個抗爭的現場 是一個充足 是一個可以用的人 這個舉個例子來講 我開始認真的參與運動 在一個組織裡面 叫台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合 大家可以去Facebook去點讚 那最有名的可能就是 是聯合家 我們裡面的圖根案 然後我在他還沒拆的時候 我就到那個地方去 然後所以我知道強拆的時候 我其實因為這是我第一個投入的議題 我很想為他要犧牲奉獻 所以那個時候 有人在問說有沒有人可以去綁鐵鏈 把自己鐵鏈跟就是後面的房子綁在一起 然後覺得我可以啊 因為我家在高雄 我幫他綁不到 我在台北 我就可以做亂生 對 然後我就說我可以啊 然後那時候我男朋友也是生育圈的 然後台車還可以 然後結果我就發現 就是有一個學長 然後他就把我男朋友交到旁邊去 然後他跟我男朋友 我男朋友跟我同年 我男朋友比我大是很困難 他跟我男朋友這樣說 欸你叫我真的不要那個 那個很困難 然後我那時候就其實真的覺得心裡很不平 就是這件事情只有男生可以做嘛 然後我們比較同年 我們運動經濟差不多 為什麼我不行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對這個議題投入得比我男朋友還要深欸 我真的想要做一點什麼事 在這個最危機的時候 我真的想要打住這個房子廢菜 可是我被勸推 可是當然我最後當然沒有勸推 我還是很積極的去卡在那個位子上 然後跟當時一群香港跟澳門的朋友 很有緣分 我們那時候就一起穿在一起 然後綁在建築屋上這樣 對 然後這讓我有什麼感覺 就是因為我一開始參與運動 就是在非常高張力的衝突的現場 我會發現確實在那個時候 我好像比較陽剛 比較男性化 我是很容易進去那個場域的 所以我在參與運動的初期 是非常的陽剛 非常的中性 然後我想要跟別人 也是混成哥們抽菸喝酒 本來不太會 就是一直學 然後就跟他們大諾這樣子 各種男性化 我就把我自己當成男生 就這樣去得到我的那個位置這樣 可是後來我開始去回到學校的社團裡面 然後我是北加翻牆社 台北大學 然後那個佳運是我翻牆社的學姐 她是創設人 就是那一屆的人 我是第三屆的社長 然後我現在第四屆的社長是你的 然後就是回到校園之後 我開始變成了一個社長 一個主導的幹部的地位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時候 我就會覺得我要回歸到一個 就是比較女性的身分 為什麼 因為從之前我是因為是一個比較弱的角色 比較低階的比較基礎的角色 所以我會覺得我如果這個時候陽剛一點 會比較容易進得去 可是一旦進去了 我要告訴這個圈子裡的人 一個女性 一個非常女性化的女性 也可以在這個位置上 所以我開始從在大三大四 這一段期間 我其實是越來越更新化 因為我要 我已經被認可是一個 可能在運動圈 或在學生社團裡面的一個位置了 這個時候我要告訴大家的方式這件事 所以在318的時候也是一樣的道理 我在裡面搭配什麼角色呢 就是雖然還蠻奇怪 就我每天都在做一件事就是開會 就是二十幾天裡面 我就每天都會花五到八個小時在開會 可是不是開那種 通常不是去開那種很高層級的決策 如果大家對318有些了解 就是聯繫會工作會什麼會 我是負責 永遠是負責在立法院裡面 然後開工作會的人 我是工作會的例行的主持人 然後工作會在做什麼 就是各種組別 就是什麼物資組啊 媒體組什麼組什麼組 每一組的代表來 然後我每天就是大家做完事情 好像十一點大家全部都來開會 我們來統整整整個立法院 今天的書是什麼 明天我們要怎麼運作 這東西它其實有的時候是不太屬於 整個運動的方向或是政策的 當然有時候有的時候沒有 不能回避 可是在那個時候 我是做一個這樣統籌性的角色 而這樣統籌的工作通常被認為是 比較是男性在負責的 包括是場運動媒體上的發言人 包括可能聯席會的代表 一些決策中心 大部分都是男生 特別是異性面的男生在主導 所以我那個時候其實非常刻意的是 我覺得 一場會議的主持人或是統籌 或是一個領導的角色 能不能比較女性化一點 所以我衣服穿得越來越少 穿越來越低 所以我衣服一直穿一樣 這是有一個刻意的 當然我不能否認 中間也會有一種 就是自己想要漂亮 就是也會有那種 也會有那種形態 可是我要講的是一個 如果比較龍頭講 在運動裡面 他們的地位從低到高 我是選擇先從中心 然後走向嬰柔這樣子 是刻意想要去做那個翻轉 雖然只是一個很小的努力 好 那我對 剛剛就是聽到你被叫娘娘 所以我蠻有感觸 其實我都會被叫大姐 雖然我很愛 就是可能因為我一開始 是一種很陽剛的姿態 所以有很多的男生 就看到我就會 欸大姐請抽菸這樣 你就是會這樣過一下 幫我點菸這樣 他們叫我大姐 就是女生有的時候真的是 如果你生一個女性 然後你有一些特別的位置的時候 你會被有一些特別的對待 對那包括就是 對就是很多啦 抽葉請喝酒 我們都會被掀起這樣 好那第二點 就是今天我講的 第二件事情是香港 我認識香港人 就剛才有講過嗎 在蔡原 後來又是蔡原春輪 在士林王家 我在綁鐵鍊的時候 旁邊剛好是一堆香港澳門人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很剛好 然後在士林王家 那一次之後 就參加台灣社會研究機 我自己開了一個研討會 然後認識到 因為是同樣破千議題 然後認識到蔡原春的朋友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我已經對性別 就是已經 就是蠻想要做 跟社會運動 跟性別有關的研究這樣 然後所以 那個時候 我就特別聊了這件事 然後蔡原春的 女性的抗爭夥伙 就跟我說 她也要做這個題目 就是不知道是學識論文 還是碩士論文 她也要做這個題目 我說 難道你們香港也有這些問題嗎 就是你們的女性 在你們的運動裡面 有很多問題嗎 然後她就跟我講 講一講之後 我覺得香港好像 跟台灣其實差不多 甚至從她的描述裡面 我覺得可能 可能更複全一點 對可能 我不知道 聽起來好像是這樣子 然後在那個時候 我開始去思考說 就是這種 女性作為一個 就是可能有些 弱勢處境 或是一些特別的處境 其實並不是我身邊而已 是一個蠻普及的現象 至少在 如果說台灣跟香港 有什麼共同的話 那可能是一個 華人社會 或是什麼 不叫我團復全體制 加副長體制之類的 就是會有這樣 這樣獨特的現象 然後觀察這幾次 其實剛剛他們兩個 都包了很多話 就是要話講完 就是包括什麼廁所什麼 我本來都要講課 都被講完的 就是從反國教然後 到這次很大 就是戰衆學聯 就是學民思潮最 現在大家最知道的 那是黃之鋒 學聯的秘書長 副秘書長男生 然後戰衆三子男生 都是男生 然後我們會說 黃之鋒是什麼 香港女背反 就大概做這個比喻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情想到的 並不是他們長得像不像 或是誰比較帥 不是 我想為什麼都是男生 就是 我覺得很習慣 然後那種BL圖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更 更習慣 因為通常會喜歡BL的 其實大部分是女生 就是我從小小學 我都不是看BL長大的 然後身邊的獨女校 上面花張 大家都在看BL 然後可能有些gay會喜歡 一些姊妹他們也會聊 可是這就表示了什麼 這麼多人在關注 這些運動 有這麼一大分的是女生 而且那其實某種程度 它是一種情慾的展現 就我們常說 女生的情慾是被壓抑的 解釋一下BL 喔 BL就是boy's love 就是 就是男男 就是男生跟男生 但他跟 我們就是說去看gay片 或是看同單 同真 都是不太一樣 就是BL通常都很唯美 然後裡面的男生 就是帥的帥的美的美 所以你看起來 就會有一種單美的想像 要看就覺得天啊 好爽 這樣 所以我愛上就 天啊怎麼那麼壞 可現實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對 然後BL 就是很多女生會喜歡 那我其實有讀過一些 跟BL有關的研究 他們說這是一種 就是女生 譬如說男年輕時 你可能比較不被鼓勵 去展現你的情慾 譬如說 男生就說 剛剛也好正喔 就那麼大晚上他 可是女生很少會這樣 他們不會說什麼 欸 看他好壯 好像敢他 比較不會 雖然體質有 對 但是比較少 對 特別是在青少美時期的時候 就很壓抑這樣 可是BL變成是一個 就是有些研究是這樣 BL變成是一個 女性情慾的出口 因為他可以非常大膽的 跟他所有的女性同伴 一起談論這兩個男的奪陣 然後誰幹誰 他們互相公受交之相反這樣 就是蠻轉爆這樣 所以BL其實這個 背後呈現是幾種 好多的女性的群眾 是關心這個運動的 而且他們願意去改組 去寫小說的好任務 然後而且這是一個很情緣的東西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那我要說的是 這邊再插出去一點 之前在試圖賽的時候 有蠻急 你看文章有引擎很軒然大 我問說女生看的時候 是不是都是看男生帥不帥 然後其實他們看不懂專業的東西 然後那 所以女生看運動 是不是只是喜歡帥 然後那 所以女生看運動 然後可能 當然我身邊有一些運動夥伴 可能會覺得 如果本來就在搞運動的夥伴 可能會覺得 會發現這個差距不大 會覺得是無盡之談 可是我要講的另外一個點是 有一些男生他參與運動 他看球 他也是為了耍帥 為了把妹而已啊 就是說誰說參與運動 一定要這麼懂 這麼高尚的 那如果有不高尚的理由的話 我們不能接受嗎 就是難道那個是不好的嗎 是該被壓抑的嗎 女生是一定要每個都要這樣講話很快 然後 就這樣他才可以參與運動嗎 要不然他就應該要被打成什麼嗎 我覺得 這是 這是很怪的現象 所以 就是我不是說那樣子 很值得鼓勵啊 說那樣女生就不要阻礙了是不是 只是說 如果你這樣的人 其實我覺得會非常不可 特別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好 然後 再來下一個談到的是 就是 剛剛有談到的是抗爭抗爭的現場 然後我突然想到就是說 香港剛剛有提到說 有什麼專門去非力的 然後我覺得好可怕 但其實台灣也有 台灣也會有 在抗爭現場的性別化的現象 最有名的應該就是 女生會喊說 我要女性來拍 就是我不要男性來拍 男性來拍 不然就是性騷擾 這其實就是抗爭現場的性別化現場 所以後來 就是在抗爭現場的時候說 男女交出 這樣他們 就是才會有男女 就可以拖滿他們的時間 但我前陣子在看一本書 叫做為什麼上街頭 其實在台南佔領華爾街的一本書 然後它裡面寫一個可怕說 警察在佔領的現場 會故意去性騷擾女生 先性騷擾女生 為什麼 因為他要激怒他旁邊的男生 然後男生會做出更激烈的主動 那他就可以就是對他 然後去抓他這樣子 所以他們是直接攻擊 直接去衝他女生去衝鋪什麼 用這樣來做 去驅離的手段 我覺得這個 這個在看一眼 真的可以看見女性的 或是處境非常明顯的 在身體上是 確實是有某些東西 我們是 就是會被針對 但是 就是也像他剛才講的 就是我 我不覺得這是應該 因為很可怕 所以我現在鼓勵女生說 欸你到他們想要 然後保護自己 不要衝低牌 也不是這樣子 如果我自己的選擇 的做法是 我會去 拋開這樣的束縛 就是說 我開始變得比較 就是他不怕性騷擾 或是不怕跟男生就是衝撞 或是不怕充目被撞 就我開始去脫去一些 我本來是 那位女生的一些矜持 可是同時 就是我如果收到了 真的是 那樣不退役的東西 那個東西必須要特別被嗆掉 他不是次要的 他不是說 有時候 有些人會說 你在抗爭現場 你就是要喊那個訴求 你不要亂喊這個警察大人 可是我覺得性騷擾還是 你就是要喊出來 你就是在事後講出來 因為這些性別的處境 是真正實實的發生 在抗爭現場上 好 然後再來講下一個東西是 臺灣 我在臺灣觀察的經驗 就我自己其實比較 也比較算是在 就學生社團出來的 就剛才講的飯堂社 然後我今天其實很開心 看到一大堆學生社團 一些社團的人 就這是我 可能這一兩年 就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場域吧 然後我在參與學生社團 跟我在臺灣 就是那些受害者聯盟 跟我去跑很多的趴 就是我其實有歸結一個 大概的一些順序 就是女生會遇到的困境 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大概把它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是當你要進去社群圈的時候 你第一個遇到的困境 是那個網絡的文化 次文化 就像我剛才講 我第一次到康登的現場的時候 我發現 我們在王家裡面談一談論書 然後出來之後 男生就有一群在那邊抽眼 我不去抽眼 我沒有辦法聽到他們講什麼 他們討論什麼 然後所以我 我開始會去遇到 第一個困境 是那個文化 或是我去親大的 又親大有一大群男性的朋友 然後他們會射課結束 會去吃熱潮 然後大聲的吆喝 然後喝酒 然後大說一些就是很羊 然後可能聽起來很high的話 這樣子 那時候我遇到的就是 第二個困境就是 可是我不是很習慣這樣子 我可能比較習慣 是人坐在比較安靜的地方 然後吃蛋糕 哈哈 可能我比較喜歡這樣子 我比較喜歡這樣子 我比較喜歡這樣去跟人相處 這樣子 這樣也可以講得深刻的東西 誰說不行 可是這就是文化 我就是會 你在進入生育中 會第一個遇到 女生遇到第一個主案 第二個主案是組織裡面的玻璃天花板 就是玻璃天花板 我們一般是講職場裡面 就是雖然看起來 男性就是公平競爭 可是你在某些時候 因為在那個職場裡面的文化 你要深等是更困難的 那我覺得在組織裡面 特別容易有一種現象 為什麼 以318為0 我們有一個開會的架構 可是其實很多重要的事情 常常都是在一些異性戀男性中心 就是一些男生他們開完會 或中間出去抽筊 因為他們有新的想法 然後裡面開會的人就不知道 就是這個是一個組織裡面 如果你在一些學生事 有時候也會有這樣的現象 其實跟大家講那個抽筊 會有一點像 但更明顯的是 我覺得女生在社育場 是比較少有role model 就是比較少有一個追尋的對象 因為你上面的有名的 或是你可能社長或是明星或什麼 大部分是男生 所以做一個女生 到底要怎麼去拖一個兒出 有時候你是會需要一個女性的前輩 在那個地方 他給你一些建議 不然你就一直得去遵循 遵循成那套文化 就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賽組織裡面的一個困境 然後第三次的困境是什麼 就是我剛才講的抗爭 還有參與政治這件事情 參與政治這件事 以前其實比較被視為是男生的事情 就男主外女主內嘛 女生負責家裡的東西 行政拿錢拿什麼什麼 男生就是去那邊講 拿麥克風然後衝啊 帶大家什麼的 然後學者形象或是衝足形象這樣 或者說甚至家裡可能也會有不同的期待 像我媽就會跟我說 你要參加 你要關心什麼 去關心啊 可是你一個女生那麼小隻 然後去跟人家那邊抗爭 人家那個 你會反正到馬大的 你這麼小隻你可以幹嘛 這樣很危險 要是怎麼樣怎麼辦 就是因為我是女生 我在家裡面的那個困境 其實又會比男生更多一點 然後這個其實也會 像是以前會比較談是晚歸的問題 可能女生會有門禁 男生的門禁比較熟 可是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往往是在半夜的時候 被討論出來的 因為討論很久嘛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一個 在參與政治的時候 會遇到很多困境 然後最後一層 是我覺得比較少被談到的 就是我們可能會碰到 但是比較少談到是親密關係 就是性別研究其實有很大一個部分 是在談親密關係 親密關係 往往是被認為是私人 私領域的政治的事情 可是 它不是公領域的事情 可是 親密關係裡面 是不是有性別不平等 其實是有的 就是 我覺得可以很大膽 跟大家講過什麼經驗 其實我有被家暴過 就是被男朋友打的那種經驗 然後我們兩個都是社員圈 然後其實都是蠻重要的角色 也沒有到重要的 可是可能就蠻活躍的 所以我後來就是 只要有他在的場合 我不敢出現 就是說我雖然好像從小 然後我就讀一些性別的書 然後我覺得女生就是要 就是即便被家暴 就是要打回去 我說要堅強起來 我不可以因為男生的肢體 也暴力我就退縮 可是說真的 真的到那個時候 你真的 就是在身體上的落實或是什麼 有時候真的就是不敢換自己回去 或者說在同樣的場合 你真的就是不敢見到他 明明知道錯的是他 明明知道是他 明明知道是他 不是我會痛 不是他會痛 他毫無回應 可是這樣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個人的生命故事 可是跟運動有沒有關 我覺得很有關啊 因為我們關係同樣的議題 譬如在草原或什麼樣的議題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一起出現 一起出現我就會想要迴避 離開的會是我 我覺得這一次就很不甘心 就是我們很少會把性別的困境 然後轉移到社運的困境 連這個東西之間明清楚 到底什麼是你們私下要解決 到底什麼是屬於社運圈裡面的道德問題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性別問題 包括以前在跟其他男朋友交往的時候 他也會 就是會覺得我好像太活躍了 他會覺得有點 可能有點受挫 這個都是很現實的 做一個以前會遇到的問題 好 然後 但細節的運動我想要結束在一個地方是 就是 范雲在這次運動裡面 他其實有很多的發言 其實他是早期在學運裡面 是一個比特級的人物 那曾經聽過他演講 他就說 就是女生其實你要有很多的權 因為唯有你當個位子 你才可以開啟更多的空間 然後去 在一個運動場域裡面 談性別的問題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值得參考的路徑 然後但還有另外一個路徑是 就是在看吳詠益 就是一個公寓前輩 左公的柳子裡面 他前面其實也談到了性別 他是一個老男人 就是大概他前面談性別 是運動風很豐富的 之間的性別 然後他說其實 女生在 有的時候 你沒有達到那個權力的位置 所以你反而看到的東西會很多 或是你在走比較長遠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些遊戲 那其實我建議 我當然有些 可以看到前面一兩張 就有提到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其實覺得 我覺得我在參與運動這三四年 可能不管在學運 在社運圈 其實真的遇到非常多 我覺得 為什麼那麼水小 就是一個女生 然後月經然後要跑來跑去 或者比較嬌小 或是什麼的 可是 我覺得同時當一個女生 也是很 也是很精彩的 因為有不同的可能性 就我可以把裙子穿得很懂 我今天以一個花瓶的姿態 或是什麼 在某個地方 受到大家的養蜜 讓我拍照 但我同時也可以 轉化一個姿態 然後 我可以有那樣 我可以先 莫莫培養自己的能力 然後有一天都有機會 然後麥克風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不只是那樣子的人而已 我可以有更多的空間 去選擇 就是其實 性別並不只是男跟女 比較嬰柔的男生 他其實也會 常常會在這個層次裡面 受到打壓 可是我其實 觀察著我跟我身邊的女生 我覺得我們都是有 很有彈性的空間 去調整自己 想要做什麼樣 就是到底什麼是做自己 我覺得 很多 我們可以做很多不一樣的自己 然後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場域 或者用自己的位置 然後最後最後最後 就是再回來講香港 就是 我對 剛剛跟性別也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 我對香港這個 正式在爭取就是 正式戰中 Bug跟征服權的議題上 其實我覺得很有感觸 我又要再回到剛剛 世銀王家之後 遇到香港人的時候 我就問他們 他們就跟我說 香港的警察怎麼樣 然後台灣警察他們比較兇 然後他們又跟我講 然後 我當時聽到很多香港的困境的時候 我第一個直覺反應就是 作為一個台獨少女 我第一個直覺反應就是 那你們要不要支持港獨 你們有沒有來真港獨 然後其實他那時候 就是遲疑的很久說 不要問我的話 我也是支持啦 但是 然後他們就 其實我現在已經不太記得 講了什麼話 可是 我真的非常仔細的來思考的是 做獨立建國 或是說一個選舉制度 一人一票 是不是真的就是我們 現在眼前達到這個目標 然後我們就民主了 包括我們在三一大的時候 就是退回符貌捍衛民主 但是我們要捍衛的民主是什麼 是中國對我們的抵禦 只要抵禦了中國 我們台灣的民主 就鞏固了 就捍衛起來了 是這樣子嗎 其實不是啊 因為其實普選了之後 我們一直能一票直選總統的時候 還是有非常多問題存在 所以其實在香港之前 雖然我其實了解不深 然後我其實也非常支持 各種訴求 或是他們的就是抗議 我記得我現在準備推真 然後我就連三天就是在很高章 我們每天都在看直播 然後推真 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做完 就是我很關心這個運動 但同時我覺得我們要回來 去反省台灣的處境是 我們是不是真的只談 這麼表面的東西 爭取到選舉制度就是民主了 或是爭取到什麼 抵禦掉中國我們就民主了 就有點像佳玲剛剛講的 天佑台灣又邊理由 其實有一些經濟上的一些意識形態 其實是指著我們根據深思 特別是透過這次香港的經驗 我們來思索台灣的民主 到底遇到什麼樣的困境 在我們擁有總統之選的權利之後 這麼久 我們遇到了什麼樣的民主困境 然後回到了這個就是 這個東西 就是我今年 就是暑假的時候 非常細度就是 有一個機會去沖繩 然後去沖繩的時候 我其實先讀了一本 就大量劍章 有一個叫沖繩雜記 然後他人在講什麼 沖繩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他以前就是在二戰的時候 他其實並不是 他並不是屬於日本 就像台灣其實有一陣子 不是屬於中國 或是就是一個回歸那個東西 就是該怎麼講呢 沖繩人其實 有一些他們也想要沖繩獨立 因為在他們的島上 有25%的土地是美軍基地 他們等於是犧牲了他們自己的土地 他們的產業發展 他們的一些人民的安全 或是核能的一些就是風險 25%的土地是美軍基地 然後他們的整個沖繩的發展 是必須要跟著美日安保條約去走的 他們沒有 在另外土地上 你們沒有辦法自己去決定自己的命運 即便他們在二戰的時候 他們死了四分之一的人 然後幾乎都是平民 因為那時候挑導戰術嘛 他們就是我們台灣沒有被打 但是美軍是去打中沖繩 所以他們對戰術應該是有非常大的陰影的 但是如今美軍基地在駐紮在沖繩這個地方 那些基地就是等著要去做戰爭的後勤的 這對沖繩來說是情何以可 然後所以大漢堅堂在他書裡面 他就寫到他身為一個日本的本島人 到沖繩的時候他還在想一個問題 到底什麼是日本人 我們能不能當一個不是那麼日本人的日本人 就是不是那麼日本人的日本人 就我不要當那一種壓迫人 或是因為我犧牲了一個小島 然後換得我們整個大日本光耀的那一種日本人 就回過回過來台灣 我其實也會在想說 就是付台東繁核費或是藍魚的問題 就是我們把核費要放在藍魚 然後我們台灣享受的發展的 你知道藍魚是沒有用到一度核電的嗎 但是我們為什麼可以把這個東西放在藍魚 然後我們要發展我們經濟的 就是可能美好的光景 我們到底是不是台灣人 原住民是不是台灣人 當我們在318喊 就是我們的公民民主啊 那個公民有沒有包括原住民 有沒有包括弱勢的徒生 有沒有包括一個總統 如果說今天大家都可以公投門檻降低了 我們有沒有可能最後是公投出來 決定把核費料放在藍魚 這個東西是制度可以解決的嗎 可能不是 所以我去沖繩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就是到底什麼是台灣人 可不可以做不要那麼台灣人的台灣人 這件事讓我去思考了很久 如果是沖繩可能有些人想要獨立 他們有些人可能只是希望 他們可以在日本的框架裡面 他們可以活得更像一個人 在台灣我覺得也是一樣 藍魚有沒有人想獨立 如果說他們其實也認同整個台灣 甚至是中華民國 但是他們就是想要爭取他們的權利 同樣的香港也是 有沒有香港人想要爭取他們獨立 可能有 但是更多的是什麼 他們可能也有人是希望 我是不是一個中國人 不管是什麼樣的認同中國 他們只是要一個 他們可以決定自己命 因為你的著名自覺跟你的主自由 所以我開始在看待這一題的時候 我不會再去用獨立與否 或是國家與國家 譬如說台灣跟南語 沖繩跟日本 香港跟中國 我們一定要用國家跟國家之間的關係 去看待這些事情嗎 所以我還是不用這樣的觀點去看 去看待這些事情 然後 所以 這是一個 可能有一點亂 但是我覺得那隱隱約約之間 有一點觀點就是 我們到底可以從台灣以外的運動 別的國家的運動 去看到什麼是可以跟台灣互相參照的 可能不是剛剛佳玉講的那些 就是佔月什麼問題 其實我可能比較多感覺到的是 一種全球化下面的不同的人 不同的類型的人 弱勢與強勢 不管是種族 性別 國族還是什麼樣 到底誰是高強 誰是雞蛋 然後我們在 這個一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到底應該要採取哪個 立體點去表態 好 然後最後最後最後 還是有一個最後最後最後 再回到性別 就是 我剛才講的非常多 其實是很多我對運動的觀察 其實我並不是會特別去針對 譬如說可能跟性別有關的運動 譬如說女性婦孕或是同運 我可能比較不會去做 我不會直接去投入這些組織 可是其實我覺得 我在關心每個議題的時候 我都是在做性別運動 就是任何一個社會運動 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性別運動 就是在做任何議題的時候 我都會去看我自己上一個 女性在裡面什麼樣的處境 然後裡面的性別的權力流動是什麼 所以就是其實也 因為今天我覺得蠻多 應該蠻多人跟我差不多 大或是多小 就是還蠻期待的就是說 你們可以 就是我們可以一起去努力 就是說 可能像拉丁美中摩西哥 現在有非常多的 年輕的女性主義組織 女性主織 但台灣其實沒有 台灣過去有很多年輕的夫婦 現在其實比較少 可是這有代表說 我們的性別比較不平等嗎 或是代表我們的女生 比較沒有性別意思嗎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在我們 參與公共議題 參與政治 參與社會運動的時候 找到一個性別可以實力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我們可以在這條路上 不管是男生女生 我們都可以把性別的視角 放到各個運動裡面 然後可以一起加油 這以上有分享 謝謝 其實剛剛我們三位夥伴都 分別從他們各自的角度去談到 運動中的性別的立場 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就要交給各位了 我們待會 三位好不好 我們時間上歡迎我們三位 有簡單的問題或回憶 一個人一分鐘這樣子 好不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